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3.4的这个金属锈石和防锈 金属锈石和防锈 所以我们的金属 我们就讲到这个 有一些金属呢 它是 讲到金属锈石呢 我们最典型的就是讲到我们 我们常用的铁嘛 那你可以看到的这个是生锈的铁 生锈的铁 然后 那个整个锈呢 就是整个满满的锈 而这个铁 就是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它生锈的部分 没有我们看到有上千年的铜 没有看到上百年的铁 因为如果上百年的铁呢 应该就锈石到呢 几乎是变得粉 所以变成了我们整个铁没有办法去到一百年以上 整个的问题呢 就是因为它氧化 然后修饰等等 所以当然 当然如果你abandon它了 像这个船 我没有要用了 放在那里 修饰 粉碎 没有关系嘛 这个就反正没有再用了 但是如果我们这个铁还有要再用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修饰的问题 给去掉 或者是降到最低 因为整个修饰的之后呢 它会有自身的结构呢 是遭受破坏 它的硬度会变低 它的韧性会变低 甚至呢 它会比较容易磨损 因为这个生锈呢 它其实是粉粉的 然后呢 会很粗糙的 对吧 如果你有摸过生锈的铁 其实是很粗糙的 所以呢 如果你的零件呢 是有像是轮子这样子 要转动的话 那这个摩擦力呢 就会产生比较大 耗油量也会比较多 然后呢 这个零件也比较容易磨损 因为摩擦力比较大 所以整个的设备呢 使用寿命也会减短 甚至有一些会产生 有火灾爆炸等等的情形 这些都是金属锈石的问题了 所以当然铁是最常见 有这个问题的金属 所以我们来研究看 它要怎样生锈 如何生锈 因为我们要了解锈石之前 我们要了解防锈啊 因为我们 我们要怎样防锈啊 我们就要想 我们要去study一下 到底它是为什么 什么情况下 它会锈石呢 所以这个是一个小学 我每次讲 这个是小学都在做的一个实验 我直接skip这一个部分了 我直接的给你看一下 它的这个图 这个实验也是常常做啊 这个小学做的实验嘛 然后呢 它分了三个 三个试管 第一个试管呢 放了铁钉之后呢 它放了一半的水 就是一半盖水 那个铁钉呢 有一半呢 是有盖到水 另外一半呢 是暴露在空气中 这个是A 那B的话呢 它整个铁钉呢 是被水覆盖到完 而这边的水呢 它是用蒸馏水 也就是煮过 煮沸的水 然后再冷却 然后呢 再倒进去 上面你会看到呢 有分层的对吗 好像有另外一层 这个另外一层呢 它其实是放了油 放了油 因为你煮沸的水呢 它是要去掉里面的氧气 所以确保了 水里面没有氧气之后 它在上面再放油 就是让那个氧气 没有办法再溶进去那个水 OK 所以 它也就是说 它去除掉那个氧气的存在 那这个情形呢 锡的情形呢 它 你会看到它塞紧了 然后呢 下面还有这个 不懂什么鬼东西 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锡的装置是如何 它放了一些生石灰 放了生石灰 生石灰 我们很 我们知道生石灰呢 它其实是一种干燥剂 OK 这个生石灰是干燥剂 也就是说 它的这个锡的情形呢 里面是没有水分的 为什么它要塞紧呢 因为它不要让新的 新的空气进来 空气里面又有水蒸气 然后呢 有水分的话呢 这个铁呢 就会消失 所以这个最后的结论是怎样呢 很简单 B不会生锈 C也没有生锈 但是A呢 就生锈了很多 经过了 可能 几天过后 几天过后 A锈石了 而且它锈石的位置呢 是在这个界面呢 就是说那个 空气跟水的交接处那边 那个位置呢 生锈的最厉害 所以得出了最后 最后呢 我们得出一个这样子的结论 就是铁的生锈呢 其实它是因为铁和空气里面的水分和氧气 共同作用 才会锈石 也就是说我们只要隔开水或者是隔开氧气 我们就可以防锈了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实验了 当然我们实验不可以有两个以上的变数 所以一般来讲呢 我们做了三个之后呢 我们一般是讲 我比较A跟B 证明了水的锈石需要氧气 我在比较A跟C 证明了铁的生锈需要水分 因为这个没有水分 这个有 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你是比较AB 还有比较AC 的这个情况 所以我们来读一下 过了一周夜 A呢是生锈的 B没有生锈 C也没有生锈 所以在这边 如果你比较A跟B的话呢 它的固定性变数呢 是水的存在 两边都有水嘛 对不对 A跟B都有水 但是呢 操纵性变数是氧气的存在 A有氧气 B没有氧气 所以变成了反应性变数呢 都是看它的那个生锈的状态 然后呢 经过比较的之后呢 我们才发现到 一定要有氧气的存在呢 才会生锈 所以就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生锈要有氧气 如果你比较A跟C的话呢 就是氧气的存在 两边都有氧气的存在 只是一个有水分 另外一个没有 所以结果你的反应性变数的 修实状态来讲呢 A有修实 C没有 所以证明了水分呢 也必须要参与 OK 这个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了 整个 所以最后的结论呢 是这样子的 最后我们就得出结论 就是说铁呢 它其实是在潮湿的空气中 然后呢 被氧气氧化就生锈了 而铁锈的成分呢 这个也是参考 铁锈呢 是氧化铁酸 也就是F12O3 我们常念的F12O3 这个铁呢 它其实它 纯铁呢 其实就不容易生旧了 这个很奇怪 所以修实呢 是跟它的内部结构 其实也有关系 不只是 不只是这个元素而已 而且还要是 它的这个铁的结构 所以如果你是纯铁 它反而不容易修实 我们一般来讲呢 常常会用到的铁呢 是加了一些碳在里面 因为如果你不加碳 它的这个硬度呢 会比较低 硬度会比较低 所以呢 一般的铁钉呢 都会加 铁的话呢 我们要拿来用 一般都会加了一些碳 加了碳之后呢 它又会容易修实 所以这个就是很矛盾的地方 这个不只是铁啦 其实这里 我们一般来讲 就是铁最容易生锈嘛 对 然后我们在研究其他的金属呢 会不会也生锈呢 其实铜呢 在空气中暴露太久的话呢 它也是会修实 像这种铜啊 在经过了几千年呢 它也会在表面产生这个铜绿 这个铜绿呢 也是属于被修实的一个结果 不过呢 你会看到它即使铜绿 所以它只是在表面而已 它没有去到说 呃里面的结构呢 变粉粉啊 等等的 所以这个铜 铜的锈石呢 一 要经过很多年 二 它锈石的情况 没有这个铁这么来 这么糟糕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呃这个铜的一个锈石了 然后青铜气 那铁 我们研究了哦 锈石的原因 呃因为是有水跟 呃水跟氧气 那我们就要看一下 诶这样我们怎样去防锈 对不对 因为铁生锈了之后呢 这个铁就不能再用了 啊就是呃造成了很呃这个金 金属的数量啊被锈石呢 的数量呢非常庞大 像每一年呢 它的钢的产量呢 有十分之一呢就被锈石掉了 啊非常的呃非常浪费啊 就算是蛮浪费的 所以呢 人类呢就要想到很多的措施 啊来防止这个金属生锈 OK 那当然是涨铁了 因为铁最容易生锈 我们如果能够保护到铁 保护到最脆弱的东西 那我们基本上的其他的东西呢 也应该是类似用这个方法呢 就可以保护了 所以第一个呢 我们就想到啊 我只要隔开水或者一氧气 我在它表面那里喷气 啊这个喷气是最典型的 对不对啊 我们的几乎所有 呃应该怎样讲呢 啊像比较大面积的情况啊 我们会用喷气的情形 而且也不 可能价钱也比较涟移 像我们的汽车 喷气 最多如果你想这个东西比较 名贵一点 它就会喷美丽一点 美丽一点的气 像车的气是比较有shiny shiny啊 我们讲metallic the fuel 这样子 所以它的喷的气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哦 不管来讲呢 你会看到呃 喷气呢 是一个呃 常用的一个做法 对不对 常用的做法 OK 然后另外呢 更加 呃 更加贵的一个做法 就是做成不锈杠 这个不锈杠呢 很特别的啊 它其实是改变了里面的这个自身的结构 之前我们讲了这个生锈不生锈呢 跟它的自身结构有关 像纯铁就不容易生锈 所以结果他们就在研究说 我能不能够加其他的东西啊 使到它比较不容易和 呃 生锈啊 所以他们最后呢 得出呃 得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formula 这样子啊 他就加了隔和镍 啊 隔和镍 就形成了不锈杠 所以这个不锈杠呢 不止不易锈石 而且它的这个硬度也很高 哇 那个亮度啊 你会看到相依相依一样 非常美丽 甚至有些人的戒指呢 也是用这个不锈杠弄的 呃 比较便宜了 不懂 几百块应该就有 呃 我的戒指用金做的要两千块 哦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差别在这 OK 所以呃 这个就不锈杠啊 所以现在他们不锈杠呢 是拿来做 呃 锅啊 或者是刀叉 也是有一些比较贵的刀叉 是用不锈杠弄的 OK 所以这些就比较 怎样讲呢 呃 啊 就是呃 用在催剧上面 哦 OK 还有另外一个做法 啊 这个就用成不锈杠啊 啊 还有这个是 呃 杜上葛 啊 杜上葛 杜上其他的金属 其实也是可以 像我们知道 哦 这个银其实是比较不活泼的 啊 银比较不活泼 我就杜上银 我杜上银 这样它就可以呃 表面呢 就可以呃 表面就可以帮我保护着 这样子 所以我们可以杜其他的金属 其他比较不容易锈食的金属 甚至有些 有一招呢 就是杜上铝 其实杜铝也是可以 因为铝呢 它会 氧化变成了致密的氧化膜 就可以进行保护了 好 所以有 有 有时候呢 也会度铝 这个也是一个 比较特别的一招 然后呢 这个是铁制的衣架呢 他们有时候呢 会放一些 啊 塑料膜 啊 塑料膜 呃 整个概念呢 跟喷气差不多 对吗 跟喷气差不多 OK 所以这里呢 就 喷气啊 镀银啊 我个人是觉得是一样的啦 这三个是一样 反正就是在它表面在 补多一个东西 可以是气 可以是塑料 可以是其他的金属 不活活的金属也好 或者是有一些保护膜的金属也好 反正就是在表面多一个东西 反而比较特殊的是这个不锈杠 啊 改变自身的结构 加了其他的 金属之后呢 它整个东西呢 就可以变得不容易修饰 啊 所以呢 这 大致上呢 这个防锈的方法 就是这几个 OK 所以我们看一下哈 这个 让你想一想哈 这个是我们的钢铁大桥 你觉得他会采用什么防锈的方法呢 那这个是给你们啊 呃 就是 自己想一下哈 我个人是觉得这个在外面的 一 它很大 呃 它就 我个人是觉得 而且它有很多这种 位置呢 是呃 就是有很多转折的位置 所以如果你要包 包一个东西 应该不容易 而且如果你要镀的话呢 其实他们镀一个 另外一种金属的方式呢 其实他们是用 用 用电解的方式 然后呢 把它不懂怎样放在那个溶液里面 然后呢 它就会在上 那个金属呢 就会再覆盖在上面 有点像我们进行直换反应的时候呢 那个金属会覆盖在上面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只是说他利用通电的方法来强迫它 直换 呃 强迫里面 强迫溶液里面的那个金属呢 被直换出来 所以如果你是这样大的 铁桥 有没有办法 镀金属进去啊 我一般来讲应该是相当 不太可能的 不太可能 所以这种很大的 像 呃 钢铁大桥啊 像大轮船啊 一般都是吐气就完了 这个一般就是用吐气 如果你讲说 我整个钢铁大桥用这个不锈钢呢 呃 理论上是可以啦 不过 很贵啦 不锈钢不是这么便宜的 因为他 他又 加了葛根涅 然后他的要融过 啊等等 我们很多建筑啊 很 你因为建筑业你要用很多铁 所以一般上呢 都不会用不锈钢 好 不会用不锈钢 OK 大概是这样子啦 那么我们来看下题目 我们来看下题目的 是这种 都不会用不锈钢